哎 哎 哎 学志坚 学志坚 你有没有放过什么狠话 我小时候我记得有一句话 我特别有出戏话 就是我不 啊 我不 我刚在入行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去拍戏 老板娘看上我了 行业的行规 我一进行的时候 就从这时候开始 老板娘让你从房间里出去 你说我不 根本就 哈哈哈 什么 手张开 就是老板娘嘛 她让我去她房间 我那么小哪知道 我就进去了 进去很开心 她跟我说帮我铺被子 我当时一愣 我想哎呀 我就真的给她铺被子 年轻嘛不知道 铺完被子我就在犹豫了 我说我是不是要 钻在被子里呢 哎 让你铺被子 没让你暖床 你干嘛 回来 铺完以后才去跟我说 哎 那你要不要洗个澡啊 我当时说了一句 斩钉截铁的我不 然后我就没洗拍了 你说我不 我洗干净来的 薛基谦就是习惯在女人洗头的时候她洗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当她洗头的时候 哎呀我先走了 哈哈 神经病啊 哈哈哈 后来因为我是刚刚出道以后嘛 其实也算蛮红的 但是那时候就有一些女的就喜欢我 但她们都比我有钱 有一些时间记忆很深刻 有一个富家女要追我 然后开车到我家门口来 哇 哇 一张我从来都没见过的车 高铁吧但是 哇 直接开到你们家客厅 电视机撞烂 手伸出来 你最近很嚣张啊 她说叫我去兜个圈 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没面子吗 那个门我不会开 哇好尴尬 就是那个门 她是要按一下她会弹出来 那个门没有把手 你知道吗 拉不开的我就 抠那个缝 抠什么缝啊 门那个有缝啊门缝 然后那个门是这样卡 呜 这样开开 哇 就觉得好没面子 我说哎呀你就不要了 说哎呀我说这个车 我就要你坐我的车吧 然后她当时拿的那种包包 我都没见过什么那种 Cineo那种就是一个包 可以买我那个 一辆车的都可以 吓死了 然后她跟我说 要不要跟我谈恋爱 就感觉被凌辱 你知道吗 我就斩钉起来说我不 我不 我要回到我老板娘那去对不对 不要 我的原则就是男人 活着一定要靠自己 这个是很简单的两个字 但确实是很酷 厉害了厉害了 八十年代 挺老屋的 挺老屋的 马来西亚有当地的十大歌星 每一年都会巡回在马来西亚 各个地方 为所有的华文中小学校 募款一演 有一次晚上演出完了 大家都很辛苦 那个赞助人说 我有一家夜总会 到往那边去玩一下吧 我们就去了 可是我们发现 夜总会爆满 大厅爆满 我们到了也没办法 也不能说 转身就走 就进去了 我们喝我们的酒 唱我们的歌 关门就好 歌都还没开始唱 就听到外面在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有请到十大歌星 到我们夜总会来 现在我们有请 亚军的刘秋衣小姐 到台上来为我们 唱首歌好不好 直接请 那个刘秋衣小姐 夜总会她自己都没来过 她怎么一跑到 夜总会台上唱歌呢 她就有点想哭了 报了三次 没有人站起来 她就报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也不站起来 大家都不想出去 把手进来骂了 你们怎么了 我老板请你们吃饭 请你们来喝酒 白吃白喝啊 叫你们上菜给你们面子啊 你们什么东西啊 我们头就低着 我的天啊 不讲话 然后继续骂 上不上 不上的话 我就弄你们了 我一听到这句 我爽了 我最喜欢听到这句 我站起来说 要动手 现在动手 不然的话 我们全部一起走出去 而且我告诉你 当地的拿督里大龙 是我干哥哥 他不敢讲话了 我说 不动了是不是 真的不动了是不是 走 其实我不认识李大龙 马来西亚很多拿督 对 所有的拿督的名字 他也不知道有谁是谁 我就随便报一个 拿督李大龙 是我干哥哥 有这个人吗 李大龙 没这个人 那个名字一听就是当场编的 打手我们都去找李大龙了 后来呢一个月啊 医院里面住的都是李大龙 唯唯你有没有放过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不会放狠话的 就是 对对对我不太会说特别狠 而且这个话我也不觉得是有多酷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他叫丁爽 男生女生 女生 女生跟我们一起我心我瘦的 对 我们在一起相处 真的是相濡以沫 然后呢 他有一次在晚会上唱歌的时候 他的所有的镜头都被剪掉了 然后在房间里哭 哭个不停 我就在外面哭的比他更厉害 他就不哭了 真的 说不出来那种感情 不是爱情 就是一种友情 然后我那时候我说过一句话 我就说的挺义正言词的 就说 只要我红了 我就一定帮你红 你现在红了 我没有 你是想不负责任对不对 这是火星情报局第二季最后一期了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丁爽 来了吗 他没有来 然后我接下来有个请求 就是我想 唱一段歌 然后像我在唱歌的同时 可以把丁爽的微博 丁爽的照片 可以在旁边亮出来 当然可以 然后可以让大家再次认识丁爽 我以为你好man 但是在唱歌之前 穿上海岚之调的大衣 你会更man 对 记得一定要给他放他的照片 还有他的微博 这有点像怀念一个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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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爽 对 哎呀 神情病啊 有请刘伟 謝謝 謝謝你陪在我身旁 我要給你我的能量 點亮自己的光芒 只要我紅了 就把你紅 不管一切的阻擋 堅持夢想不簡單 還好有你在身旁 今天我已經有小成就 我期待終有一天 你也能紅 我覺得那個姑娘 肯定會特別感動 男生跟女生之間 就彼此是對方的藍眼知己 或者是紅眼知己 這種感覺特別特別的好 楊迪你有沒有這種 我是用一句話 我覺得很酷 我一直在激勵自己 我覺得人世間最大的 就是生死兩件事情 別的事情我都不害怕 我真的一直用這句話 鼓勵自己 你是什麼時候 意識到這樣的一句話 大家如果比較了解我 都知道我是哪裡人 汶川嘛 我真實地經歷過 我就是做好的那個準備 就是我們全家都不見了 我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不見 因為我那個時候 發生地震的時候 我是三天沒有聯繫 上我家裡面的人 因為地震它是 就像池塘的中間扔一個石頭 它有地震波 波風波谷 我們現成運氣比較好 正好是波谷的部分 所以我父母見在 我所有親戚朋友都見 但是我當時 三天沒有聯繫上 家裡面的人 我同時那個時候 我人在成都 我自己也要躲地震 對 當時成都也是一樣的 大量都要住到外面去 對 三天以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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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